这就容易等了 词不知彼彼不知此 诸法互不相知 为什么 为什么各个不相知 没有体现 没有体性的 他就不相知 但你这个体性不是他的体性 他的体性不是你这个体性 他做什么事你不能了解 你知道他是什么事吗 不知道 但是这是虚妄的体 要是达到如来的真体 达到诸佛菩萨 大菩萨 到了识座 到了发心座 相似的懂得这个体 咱们从学来的知道 知道这个体什么呢 法身 一些诸法体 一些诸法体是空的 那这个空又是不空 不空 所以在词经上讲 空如来障 还有一个不空如来障 还有一个空不空如来障 这种反复循环的道理 但你没能深入 不能跟诸佛同 所以一切法 一切法 发着一种种样样的 这个你随便拿一面 哪一件事 那是哪一件事的 法 说这个毛巾法 干什么的 帮助你打整清洁的 能擦一擦干什么的 那这一法 只能起这么作用 他的体呢 体没有 没得体干什么的 说他可坏的 你把它当垃圾 丢到垃圾桶去 没有了 消失了 坏了 说这个人 这个具体的人 有体呀 有身体呀 但是他不是长久的 不是固定的 可坏性的 说他没有体 不是坚固的 不是不可坏性的 你没有体 它能产生成作用 没体就没有像 没有像就不能产生作用 说助法无作用 为什么呢 没作用呢 没有体 因此才说 事故比一切 个个不相知 这个道理 你要思维 这样的观察 文书斯利菩萨问的 说这些个种种的法 种种的法 什么 善取 乐取 六根的满 不满 受生的同意 端正和丑陋 苦和乐不同 造业的心 能造业的是心 所造出业来 不知道是心所造的 是业不知心 造完业了 所造的业 你这个妄想心 不知道你所造 是时候造的业了 这个业要受报的 你不知道 要知道的时候 不敢做坏事了 就不敢造业了 造善也要受报 善有善报 那有那报吗 不报的没有 没报吗 时候还没到呢 到了时候 自然就报了 知道他们这个 但是心 不知道 所造的业 还要受业果的 业在受的时候 受也不知道 这是仇报 你所受的是 仇与先欠的 报的时候 也不知道受 那达夫人就跟他说 为什么不知道 祝法无作用 没有体性的 所以他不知道 所以个个不相 已经跟 如说菩萨所问的 在这个祭颂里 就答了 这是受的 神乃替受说的 但是这个 在这个解释当中 解释很多 因为祝法从缘起的缘 有种种缘 我们经上说预缘了 这个事像是天上掉下来的 突如其来的 这件事 这种事没有 它是缘起的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分析过 如果你分析 不论这件事大小 一饮一酌 喝口水 吃口饭 莫非前定 一饮一酌 都有一定缘的 那你不知道 说个个不相知 种种从缘起 一切法是从缘起的 缘起没有自己体性 所以个个不相知 是解答这个问题意思的 说缘 缘没有体也没有肉 清凉大师 怕这么不懂 跟我们做种种比喻 说河里的水 水没有体容 水有什么体容 没有体容 这个水 河的水 这个河的水 跟那个河的水 哪个一河的水 水跟水不相知 形容着我们这个 眼耳鼻舌身意 各是各 这是根说的 各是各 所以他不相知 因为缘起的 缘起的像是假的 不是真的 真的不坏 假的是可坏 他没有自己的力量 就没有自己的弱作用 眼根只能对散 不能值得色 只能对 只能起帮助作用 只能眼根对散 但是中间有个石 石就分别了 散内总说 只有两种 明 难 他这个石 眼根虽然坏了 石里头有贱 根坏了不能见明 他能见难 你问那些 那个瞎子 眼根坏了 你看见看不见 哎呀 我看见都是黑难 是见明见难 这石 石也入室的 他互相不相知 因为缘起的 是假的 缘起作法 假的就是 它是空的 这样来建立的假 缘起性空 这不是讲空性啊 但是空呢 有一种是 顽空 就是什么也没做到 这个空 就咱们空间 咱们讲这空 是性空 性空不是顽空 性空是称性 而起的空意 这个空意啊 不空 缘起性空 性不空 为什么呢 它能建立一切缘起法 它就起到体下作用 由于它互相依过 缘起是互相依存的 互相依存的 互相依存的意思 就是 因为有真理 真理 咱们经常讲真理 缘起是一直真而起的 缘起住法 也讲道理 讲道理 为什么同样的缘 同样的因 为什么它不起 性空随缘 随缘意不同 随缘意不同 生起住法不同 缘不具足 三缘五缘 为什么有的夫妇 要求小孩 他不生 那有的夫妇 都一生生了 好多个 说有限制不许生 那是法律了 它跟这个没关系 没这个缘 谁没这个缘呢 人家这有这么句俗话 社会上的话 但是很合乎道理 很跟佛教一合 有缘相依 无缘吗 不具 那两夫妇 和谐 那女性是能生意 为什么她不生 缘起的缘不住 什么缘呢 这叫夜生 夜生 儿女是在 得有这个在的因缘 有讨在的 有还在的 下一代 是因为你跟他有缘 缘生的嘛 有缘 这缘有 那缘 有善缘 无缘不具 你欠人家的 人家欠你的 要你抱来了 要洪抱 儿女是在 有讨在的 有还在的 无在不来 你经常到 找要 下一代 为什么没有 没有 你不欠人家 人家不欠你的 没有缘 不是说你多生 都没有缘 有有缘的 缘不成熟 没遇到 那就到我们庙里来求吧 求观世音菩萨吧 观世音菩萨大使大悲 观世音菩萨 正常送给小孩 送子观音 你求了能有 那是假菩萨的缘 也得有缘 有三宝加倍的缘 有讨在 有还在的 这个问题很严重 为什么很严重呢 如果我们中国的 人情 风俗 惯性的力量 如果是 你连个小孩都不伤 那不通了 人说你们这家人 缺德 断子绝孙 麻烦了 社会上都看不起你们 这也是缘呢 外头的缘 储成了你 把这一切法 都看着 种种因缘所生的 因缘所生的法呀 不是真实的 因缘所生法 都是空的 佛所教授 因缘所生法 我说即是空 以名宗道义 以名为假名 假名而已了 关于这个真和假 在我们脑子里头 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把假的当成真的 真正的真的呀 找丢得很远了 跟他毫不相干 边都沾不到 学了佛了 这是上根发现 才知道 什么是真实的 什么是假的 什么是业障 什么是缘起 反正原生的 没有自体的 这个自体说性体啊 说法性的一个性体 没有自体的 它又没有相用了 它又没有相用了 你说那个水 咱们人喝 水有用处 它用什么的 能解咱们的渴 水的自体 没有什么用处的 你把人把它喝了 它没有 它能解渴吗 它没有这种用意 因缘相是假的 所以缘起的 没有力 没有自尊的生存 常注意 是假法 不是真法 因为它没有体现 没有体现 这叫虚妄缘起 因为虚妄缘起 就是显得的体是什么体呢 信空 缘起入法是互相依存量 缘必具因 因必能具缘 才能生起 当代佛门起诉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身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八宗 畅讲华言 立红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红发心智 未曾烧歇 于2017年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佛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独众 利乐有请 有佛法就有办法 像有太阳 有空气一样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对于这个世间 对痛苦的众生 是那么重要 所以希望大家 多收看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将佛陀的教法 深深地去思维 运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 护持账号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生命电视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八观灾界 即大悲战法会 恭请广护法师组法 日期1月22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胡伟镇新南里 逐围60-3号 里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抖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高雄生命书方 举办念佛共修 即佛学讲座 恭请湛江法师 赞同法师领众 日期1月27日星期四 下午2点 地点高雄生命书方 高雄市新兴区 中山二路472号7楼 恰询电话 07-221-2323 07-221-232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 同瞻法义 共募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现场备有消灾超建牌位 欢迎填写 永斗歹徒的流浪狗 郑小姐非常喜欢动物 在她的家里 养了四只猫咪跟两只狗 别急 等等才可以吃 看来你们真的饿坏了 慢慢地吃 别噎到了 每天傍晚 郑小姐会带着自己 讲的两只新狮犬 到附近不远处的公园散步 郑小姐 你要带你的狗出去散步啊 对啊 把它们一直关在家里 会闷坏的 郑小姐 你对动物们可真好啊 嗯 动物其实都是有灵性的 只要你对它们好 它们也会对你好的 好了好了 我知道你急着想散步 我们走吧 看得出来 它是真心喜欢动物啊 是啊 它养的那些猫跟狗 真的很听话 也很乖呢 在公园里 郑小姐开心地 跟自己养的西施犬玩耍 无意间遇到了一只流浪狗 它躲在远方 很羡慕地看着这一幕 好了好了 你们别调皮了 休息一下好吗 它好疼爱自己的小狗啊 如果我也有这样的主人 不知道有多好 咦 那里怎么有只花狗呢 那里怎么有只花狗呢 嘿 大花狗 快过来跟我们一起玩啊 嗯 嗯 嗯 奇怪了 它怎么一副害怕的样子 是因为常常被人驱赶的关系吗 郑小姐 郑小姐花了很多时间 不行 不行 这块蛋糕不是要给你们的 我们把这块蛋糕 我们把这块蛋糕送给那位新朋友 怎么样 快过来吃吧 别害怕 快吃吧 看来你很饿 哎 也难怪了 没有人照顾的狗狗是最可怜的了 虽然 郑小姐很喜欢这只大花狗 可是 它家里 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 能再多烧养一只狗了 这只狗看起来很寂寞 应该带它回家的 可是家里 已经有四只猫 和两只狗了 根本没有地方 可以养它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回去了 大花狗 我们要回去了 明天再来找你玩 天色渐渐变黑 郑小姐带着自己的小狗 匆匆离开 可是 那只大花狗 却一直跟在它身后 你回去吧 我没办法把你带回家的 别跟过来了 马路上有很多车子 很危险的 你回去吧 希望它能找到一位爱它的主人 从那天以后 郑小姐每天傍晚都会到公园里 喂这只大花狗 大花 吃吧 多吃一点 这一天 这一天 郑小姐 蒙到晚上 才想起还没有去公园 喂大花狗 终于把工作做完了 糟了 天都黑了 今天 我还没去喂大花呢 它一定还在等我 真糟糕 这么晚了 不知道大花 会不会还在那里等我 哎 好无聊哦 要是有什么刺激的事情 可以做就好了 大哥 大哥 你看 有一个女人走过来 嘿嘿嘿 天黑了 她竟然还敢一个人跑到这里 嗯 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今晚 就让她陪我们玩玩 对呀 大哥 那我们该怎么做 首先 我们先躲到树丛里 等她走过来后 直接拖进树丛里 到时候 嘿嘿嘿 好主意 那我们赶快躲起来 别被她发现了 大哥 她过来了 别急 我们从她的身后袭击她 妈 你们要干什么 嘿嘿嘿 小美人 今天晚上 你就陪陪我们哥俩快乐快乐吧 嘿嘿嘿 你们是谁 快放开我 救命啊 救命啊 想什么讲 再教我就一刀疼死你 怎么会这样 我该怎么办才好 这时候 流浪狗大花 不知从哪里冲了出来 啊 是大花 哎呀 这是从哪里跑来的大狗 大哥 这只狗疯了 它这是要攻击我们呢 歹徒大惊 急忙松开了郑小姐 郑小姐 这才有机会 全身而退 她 急急忙忙地跑走 郑小姐 跑到安全的地方后 立即报警 然后 跟着警方 来到公园 她生怕大花狗 被那两个歹徒打死 那两个坏人 当时就在这里 小林 我们分头去找 不能让他们跑了 嗯 好的 咦 大花呢 大花 大花 你在哪里啊 大花狗 听到了郑小姐的呼喊声后 从树丛中 跑了出来 大花 太好了 你没事吧 郑小姐 满心感激地 抱住了她 谢谢你 大花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 虽然家里可能会有点挤 但是我决定 不再让你流浪了 你就跟我一起回家 当我的家人吧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速往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赫萨 摩赫波罗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性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